我今天有两车要讲 就是这个 GAC 的 GX3 Endrome 可是吼 你们明天听我讲车 应该都要闲了是不是 然后我自己看我脸 我看到都闲了 然后好像讲一讲 这些东西都差不多这样 OK 不用紧 我今天找了一个我们的观众来 然后让他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去看这辆车 走去问他 准备好了没有 诶 怎样 准备好了没有 可以啊 来 首先 先给我们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依依 你 怎么叫依依啊 因为我的名字就是两个依 两个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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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问一下你几岁 27 27 算是年轻人 所以是不是对那种 很有个性的车子 有点要求 不会到很高要求啊 就是车 至少要耐看 耐用 这样的 最直接的问题 你觉得这辆车 耐看没有 这辆啊 我觉得应该是 耐看啊 就比起我现在看到的很多 中国车 是中国的SUV 你没有发现很多中国的SUV啊 我不要讲什么brand啊 很多中国的SUV有一个问题 它们的外观同质化很严重 是啊 是啊 就是 好像全部都长到一模一样 对对对 就比较圆润了 可是今天这辆就是 刚才我看到车的时候就是很 它很四方啊 很四方 就是它有很多 那个灵脚 就是做到哇 很帅 你看到这辆车你没有想到一个卡通 什么卡通 钢弹 这种机器人robot 我没有看 不在我的general Transformer可以吗 Transformer也可以啦 Transformer也可以 也是机器人啦 是Optimum Pride Fucking in on in Optimum Pride 你是一个喜欢SUV的人吗 我喜欢SUV 我自己驾Atiwa 因为我买不起其他的SUV OK这样子 你刚才从Pugetia 6跟到我们这边来啦 你这个车你有一个初步的感受了啦 对 这样子我要你讲两三个 你觉得很在意的点 你很喜欢这辆车的点 喜欢的点 喜欢的点 当然就是 第一点是Apple CarPlay Apple CarPlay 因为我的车没有 OK 我每次讲 那个车Apple CarPlay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讲我的 就是讲 这么那个东西 你觉得很重要吗 这么一直讲Apple CarPlay 很重要吗 很重要 就比如说 我玩我的Atiwa 它有很大个Display 但是我还是要用我电话来看Wiz 我不能用它 九寸没有用 是啊 九寸来看ReverseCam包 对 对 那只能Boothoof Boothoof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 CarPlay 还有 其实其他的都还好 外观咯 就是外观很 蛮适应我的 外观你觉得 驾驶会很眼吗 会会会 除了它的logo之外 因为中国品牌 没有人知道嘛 就是你驾什么车 你还要一直解释 人家问你哪里的车 你就讲中国了 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 我们才要拍video嘛 呀不过就 很spot啦 就是 旁边看 这样子如果这辆车卖 128千左右 你觉得OK没有 我可能就会考虑其他的 为什么来讲一下 敢敢讲不用紧 多少钱啊 128左右 28 我可能就会考虑 X50了咧 就感觉比较信得过 可是X50也没有CarPlay过 呀 这样子CarPlay会是一个影响你买车的 它不会是 priority 所以是讲如果你既然喜欢的车是没有CarPlay你还是会买的啦 要看它值不值得 我问你啦 你驾驶你会很宅运那一桩设计吗 会 因为你看最多的就是那一桩 是看最多的 就是这个那一桩你可以吗 有一个东西我不可以吧 它overall都蛮不错的 有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个 怎么呢 有点像以前那种 9款的车 Vera 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 at least它如果做一般的话 我都觉得 可能 还好 不过OK啦 就是这些可以抵掉它的 这个门把 OK 你觉得去跟其他的那种中国brand的车啦 差不多同一个价位的车 或者同一个segment的车的内装比 这个内装 会是你喜欢的吗 会 会 它没有太浮夸 就比如说 BRD Arto3那种 我就觉得太夸张 它整个就很 里面太多那个红色的元素 然后又那个 很多那个线啊 对那个 可以弹吉他 吉他线 我不是很喜欢 跟Cherry Omota 比 这个 我也觉得会是 这辆 就是这辆我会比较 它steering我比较喜欢啊 它整个steering 它steering的质感是好的 对它整个steering就很 很 帅 我自己啦 我其实我是喜欢那种 比较偏简约的设计的 所以 可能现在我 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 所以我每次讲 我会消费内装美 人家讲 这样丑那种 这个内装也是我喜欢的 因为够简单 是是是 可是 这个内装我自己啦 有东西我要称赞 我有东西我不喜欢 我称赞的是 它有保留这种button 就是你要调冷气啊 什么 你还可以调 可是 它的驾驶模式跟那个 Auto Parking什么 你就要通过screen去control 然后 然后 它的这个steering 我现在调去Eco 你转一下steering 很轻是不是 Yes 我调去Comfort 变中了是不是 对 它可以自己去调 就是你在什么模式 你的steering要怎样的 辅助力道 它可以调的 这一点我觉得 蛮特别一下的啦 因为最起码在 这个 价位的车里面 我还没有看过 有这样的东西 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button你按下去 柴油 鬼火少年的车 Sport exhaust 没有差很多 差很多 后面那个低迷红那种声音 你知道这个东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它之前马来西亚 最便宜有这个feature的 就是S2M 那那个多少钱啊 500钱 所以它就给你 这两车 没有这样就代表 这个功能其实很便宜嘛 所以其实是可以做得到 这么到 看要不要给到 摆住 可是吼 你会喜欢那种 Sport exhaust 的声音 有没有 我还好 我不大能接受 你给鬼火少年吼 他们很喜欢这种声音 因为我如果自己去改吼 可能会不会warranty 可是这个原装就有了 是是是 然后 有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吼 你要操心人家吼 你开了 一下 是 我就是很不喜欢那种 一直这样操 然后还有一点我很喜欢是它的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哦 我觉得很漂亮 在这边这条 哦 这里也是有灯的 这里也是有灯的 我很喜欢这个灯的 我自己的车我都很想去装 可是装了会被warranty 所以我不敢装 我觉得晚上就会很美啊 可是它蛮高的 就是 SUV嘛 不懂它会影响那个 不害哦 线条 这样其实 OK的其实 因为这两车我只能看过 我觉得还可以的 这个内装满意 要不要去驾车一下 可以啊 你可以驾吗 可以啊 OK走我们去驾一下 OK这样 before你驾这辆车之前你有什么 expectation expectation 我没有去 expect它好不好驾啊 就是我对中国车的想法都是 它们的内装都是很美 它会给你很 很豪华 好像很luxury的感觉 对 所以我就没有去 expect它会 怎样怎样来好驾 然后现在驾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 不错啊 就是可能 要讲我的Atiwa 我说Atiwa这样子 忽然间驾过来这辆车就觉得 你会有感觉到差别是不是 有肯定有差别 就是怎样讲它的 整个experience好很多啊 这个东西我跟一些 很多中国品牌的中国工程是有交流过的 你们中国路太平了 所以你们不需要花精神去 做这个 suspension的tuning 但是你在海外市场你必须要有 除了中国以外 真的没有几个国家的路可以这样平 这样大 所以这些国家他们对suspension的tuning是很在意的 这辆车 是目前我开过这样多中国车里面 我觉得它的suspension tuning 是做到 比较我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有时候会feel到它很软 有时候你会feel到它很硬 它没有中间 它没有那个中间点 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啊 如果给你的看法 你加了过后你会觉得怎样 可能我没有这样 专业的那个 去感受啦 一般就是消费者的看法啦 OK啊 就比如说 刚刚好像我们有过那个洞 有过那种bump 我都觉得 呀 还是 我从Atiwa跳过来 就整个 哇 很 很有感是不是 很舒服喔 就是过的时候 因为如果Atiwa的话我一过就会 整个 整个 这辆车就会 那个 noise 这辆车好像闪掉 还是怎样 这个就 现在过一个bump了 就很 你觉得这个底盘还是好过Atiwa的啦 我觉得好过喔 好过 我调去普通模式给你try一下要不要 可以啊 OK我们试 comfort就好 你有没有feel到setting步一样去啊 有 紧了一点 紧 它整个是整个路感变很好去喔 嗯 然后 诶整个比较好耶 因为刚才那个满 你试一下地板油 什么 地板油 拆完 拆完 现在 试试 可以吼 可以呀 可以吼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完全就是 它是target到你这样子 年龄的年轻人 还有个很眼的外观 很像transformer的外观 内装设计很好 然后它的engine很有力 然后spec也很好 我问你一个终极问题 因为它们价钱很接近 就是 GAC GX3 Enzome 跟Cherry Omoda 5 你会选哪一辆 给你的话 因为Omoda 5 我没有驾过 我只是坐过 就是在那种车站的时候 所以 现在驾过这辆啦 当然就是 这样子很主观的问题 会感觉比较相信得过它 我好奇问你了就是 在你们这个年龄层的消费者 你们买车你们会要求什么东西 好像我刚才有讲到 就是 耐看 卖家 我觉得 就是还是不想用那种 问题多多车啦 不想要问题多多啊 要不然就是 service 然后除了这些东西 你觉得有什么是一两车 必要的 安全配备啊那种啊 因为现在都有啊 就比如说 这样是没有错啦 现在也是有啦 Precolition 啦 Auto Brake 啊 ACC啊 这种东西 你会用ACC的没 我没有用过 我跟你讲 只是拿车的时候 我玩过一下子 你是冰层人是不是 啊 你驾车回去 你是不会用ACC的对不对 误会啊因为我一定超过 我其实人很矛盾的 我买车 我要性价比 我要有这个 我要有那个 完全没有 没有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卖点 就是for那个brand他来推他的车 都卖点对我来讲啦 做一个消费者 我看到的东西就是 因为我是消费者嘛 我觉得service要便宜 然后spare parts要够 会这样的听起来会很老派吗 不会啊 可能我是被我家人影响 不会啊 OK啊刚才只是一个 大概是城市驾驶这样啊 你驾了一段highway 有什么感想 很舒服 还是很舒服 对啊很舒服 动力咧就是个车的时候 个车ok啊 就是一踩就这样 好像我现在踩一下 滴就来了是不是 蛮有力的 像它不会迟的 它不会有delay这样子啊 前一阵子我驾过S70 Test Drive 然后S70 就是会 哪一个S 新加坡S还是DASA S S 新加坡S Sedan OK 然后 那个会迟 不懂是它车很重的关系 还是什么 就是 踩下去过后好像 没有上个S的车 后面的车变得很紧 然后这个就 一踩就很有力 所以意思就是你在割车的时候 你会有心情 会啊 你 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辆车的割影 其实不错 啊 是 我有surprise到 可能这边的路刚做好啦 就没有这样多坑坑洞洞 因为它还蛮安静一下的 而且没有什么听到那种 风 是哦 但是 如果讲以高车来讲 它没有风声是不简单的事情 因为高车难免都是有风声 你隔音做几毫多少都是难免有 它是真的没有 我停下 可能现在速度70 70左右没有风声 我觉得还OK 如果它的轮胎隔音是OK一下 最大的surprise到我的地方是 它可能是为了符合年轻人的 需求啦 它的suspension跟它的压箱 它做到很激进 你一踩它就冲 一踩它就冲 而且很smooth啦 就是好像 它不会有那种 Turbo lag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Artiva有啦 哎呦 Artiva 严重的 这样如果是想 这辆车给你驾长途回去Binnem 你会愿意吗 会会会 不懂啊 可能是我自己觉得 这辆车 我觉得有一个点我可能没有这样喜欢 是它的sitting position 剩下的我觉得我还OK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升高的关系啦 对你高啊 我是觉得 其实对我来讲这辆车有点大啦 对你来讲大啦 就是我的车 我 绝对不会去买到可能C 以上的 我 进一多进Max 我觉得挺难比右 因为我 比较矮一点 比较小致 所以对我来讲这辆车刚刚好啊 它不会太大 我有surprise到因为这个是我真的是 第一次我在马来西亚驾这辆车 因为我之前在中国驾 中国是 而且驾的时候也不是想在highway上面驾 或者在路上面驾 是很灵敏在一个停车场上转圈圈 像我驾一下 真的有一点惊喜在啦 所以他们的CPU 已经卖完了 所以我觉得怪不得 CPU应该是100辆左右 以一个新的brand来讲的话 我觉得OK啦 卖完了 现在看CKD的成绩怎样 我记得那天你在那个autochew的时候 你有跟我讲吼 你是想买 EV EV 下一辆车 这样你试好这辆车过后你会不会 改变你的想法就是 呃我不好 还是会买回去的车 不要买EV 呃 For我自己 不会啦 因为我已经跟自己讲我下一辆车一定要EV 是下一辆车还是买多辆车 下一辆就要EV 没有 I mean 你是因为你讲 这样是Artiva嘛 啊 你是 买多一辆还是换掉Artiva买那个 呃 应该是买多一辆 因为我是宾宁人嘛 我就会跑回宾宁人 我就觉得我不会驾EV回 不会驾EV回宁人 到现在还没有这样普及那个充电站 OK 所以我还 我会想要买多一辆EV 你驾了这辆车 你会不会 建议 人家 去试车或者去买车 会会会 因为可能现在就是大家对中国车有 很多 误解 其实有一点像我们 因为我们 我也是做摄影的嘛 所以以前我们会看不起中国的brand 可是现在看一下我们拍摄的用什么 DJI Roning 这全部都是中国的brand 所以我觉得 他是要给一个机会的 因为你搞不好 因为好像日本车我们都讲以前是抄袭来的嘛 他们造飞机造车都是抄来的 这样慢慢在改良 所以我觉得中国车搞不好以后 他也可能会lead全世界的 我不知道 这样子我给你打分啦 满分四分你给到分这样子 这辆啊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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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分的点在哪里 扣分的点在 他的门把 还是门把 然后 然后就是中国车 中国车 不是讲中国车 是那个信心度还不在啦 对对信心度还没有在 我觉得以后 可能中国车再更普及的时候 这个分就会 补上去了 然后 还有一分就在 不够便宜 不够便宜 OK 我觉得他可以再便宜多一点 我觉得可能啦 因为他要 因为这个是进口 是进口嘛 然后 Harmond & CKD 可能吧 可能会便宜啦 所以我们就看到时候 会不会便宜 便宜到全啦 而且他汽油车嘛 可能可以再便宜多一点啦 因为现在EV 100出这个价钱都那么多EV选了 这样你还卖这个价钱 没有EV免税吗 这个没有免税喔 是 OK喔 我觉得 今天是让我有点点惊讶啦 我以为只有我罢了啦 因为我那种老人家 我是不去care level 2 办自动驾驶的 原来年轻人也是不care的 没有人care的吧 有勒 因为我们每次 这个车没有这个东西 你卖这个价钱 你没有这个东西 原来有用咩 比如说 自动驾驶啊 加X70跟X50有多少个人在用 你用的话真的是给后面的人换到 这样好像又适合 你不会用啦 就是我 不会拿来用 我现在是有点打开眼界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来我们留言讨论一下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区LonanPi的影片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然后也 如果想要去follow EE更多东西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Instagram啦 这边我放他的Instagram出来 OK啦 拜拜 我